给我一个赞 订阅 分享我 飞银钓那样的一个绳索 大家可以看到很类似那样的 在我们的体内 也有在甩这样的一个绳索 在我们的体内 好 请您猜一下这是哪里 看不太出来 这前面为什么还有黑黑的 这很像我们刚刚讲 前面绑的那样的一个耳 在前面那个地方 它有固定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要去把它固定住 会到我们心脏的点 某一个心脏的点 心房跟心肢之间 它会去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的时候 它会发动那样的一个电波 那这个电流是从这个 我们这个心脏解氯器 放在这个胸前的皮下这个地方 解氯器 它会固定时间的把那个电流 释放出去 释放出去就让这个心脏 能够有它固定的一个节奏 可以产生出来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 这是八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他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没什么太大的状况 因为这个改变并不是太快 所以他慢慢也有点适应的状况 在这样八十几岁 他本来活动力就相对是低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一开始也不以为意 但是后来心跳的速度越来越慢 开始有点不舒服 然后给他做心电图的时候 就会看得到这个心房跳心房的 心室跳心室的 两个之间不互相搭理的意思 我们正常心房跳完以后心室跳 这个等于心房跟心室之间有个阻隔 所以他的一个速度变得很慢 这个对病人的一个影响 这正常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心房跳心室跳 他这里是各跳各的 速度很慢的一个状况 心房跳接着心室跳 这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节律会形成的这个情形 而他是这样子 完全就是各跳各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在心房心室之间的一个转导的一个障碍 造成这个病人速度跳得很慢 所以再给他放节律器 给他放到心房 放一个这个刺激点 心室再放一个刺激点 让他的一个收缩 可以有效的 有节奏感的产生出来 那会不会有症状 有些大部分是会有症状 就是会头晕 甚至于晕倒的情形发生 所以跌倒 有时候也要找一下原因 像这个一个病人 他是因为这个跌倒 头部的一个小小的撞伤 发现原来他是有心率不整的情形 经过治疗 当然这就是 避免未来更大的一个损害